这才是帮助病人恢复健康的关键 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 能量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指身体的循环问题 死亡的原因一般来讲 缺氧缺能量或者循环受阻 只要我们能够改善身体的循环 就能够改善身体的供氧 能够改善身体的供氧 就能够帮助身体修复 也帮助能量的补充 所以这是三大关键 好了 讲到这里呢 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三大造成身体损伤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呢 就是身体某个设备零件坏了 相当于一个手机 在一台手机里面 如果这个手机会坏掉 一般来讲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手机里面的零件坏了 第二个原因 就是那些零件的连接的地方没有连接好 第三个原因就是没电 你还可以想出第三种原因吗 第四种原因吗 我相信你想不出来 一个手机坏掉就三种原因 第一个 没电 一辆汽车会坏掉 三个原因 第一个 某些设备零件坏了 第二个 设备和零件之间的连接地方有问题 第三个 没有了 三个原因 所以一个人呢 会生病 三个原因 第一个 身上的某些零件坏了 第二个 这些零件之间的连接有问题 比如说血液循环有问题 神经传导有问题 第三个 没电 所谓没电就是能量不足 那么在这当中呢 就分出了很多的不同的医学学科 什么消化系统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 免疫系统疾病 心血管系统疾病 内分泌系统疾病 泌尿系统疾病 排泄系统疾病 各种各样不同的分类 在讲这些 具体的疾病之前 我们先把几个大问题讲完 首先 我们要相信 身体的零件是不容易坏的 我经常听很多人说 哇 这个小孩才十几岁就得了肾衰竭 然后呢 很小就得了严重的胃病 我一直在想这可能吗 如果你说可能 那么人类作为进化当中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生命 这么容易就生病吗 但是如果你说不可能 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被检查出有这么多的问题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时常遇到这样的一些状况 在去年 我连续遇到有二十多个 全部都是二十岁的小伙子 甚至衰竭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就在想 一个汽车制造厂生产出来的汽车 一般来讲 不太可能在用的半年到一年之间 那些最重要的零件这么快就坏掉 你说一些连接的地方有点问题 我觉得这还可能 你说最重要的那个设备这么快就坏掉 可能吗 是不太可能 只要这个产品 这辆汽车能够合格的生产出来 一般来讲 它的重要零件都不太可能容易 这么快容易换 对不对 同样的 你既然能够出生来到这个人世 你身上的重要零件都不那么容易换 所以倒过来讲 什么肝脏有问题 肾脏有问题 肺脏有问题 很多人的病真的是这个病吗 我们看 在你们家犯的电视机 这个电视机 时常会出现一个状况 那就是 当电压不稳定的时候 电视机就没法看 那么 是电视机有问题 还是电压有问题 当电压不稳定的时候 冰箱不能用 电视机不能用 所有电器设备都不能用 但是不能用就代表这个东西坏掉了吗 还是代表 没电呢 在你的身体里面同样出现同样的问题 我们来看 什么叫做肾功能衰竭 什么叫做肝脏功能衰竭 我马上就可以做到 各位只要联系熬夜一天两天 你在镜子里面看看自己 就会看到 由于肝脏功能衰竭而造成的满脸黑乎乎的暗沉的那种颜色 由于肾脏功能衰竭所造成的那种疲劳 但是两天肝脏和肾脏就坏掉了 不可能 连你都不相信 但是为什么表现出来的好像是这个样子呢 很简单 你这两天没有睡觉 就相当于手机没有充电 所以没电了 没有能量了 你的肝脏要工作 它需要有能量支持它工作 你的肾脏要工作 它需要有能量支持它工作 所以当你能量不足的时候 你什么肝脏肾脏肺脏什么器官都会衰竭 要命的是 如果我们还没有把问题搞清楚 就开始盲目的行动 很可能一个好好的肝就被人拿去换了 很可能一个好好的肾脏就被人拿去换了 很可能好好的一个肾脏 结果不帮助这个人能量恢复 而帮这个人去洗肾了 各位 我相信各位都有这个经验 当你很累的时候 别说肝脏功能衰竭 连手都懒得动 连手都动不了几下 难道手也衰竭了 对吗 还不是手哦 你真的累得很厉害的时候 你眼睛都懒得张开啊 对不对 所以其中有很多人的疾病 根本就不是那个器官出问题 而是长期的睡眠不足 长期所吃的食物没有什么能量 长期待在一个缺氧的环境 长期吃的食物带来了大多量 大多数的毒素积累在身体里面 造成身体的负荷 增加了能量的损耗 同时 许多的人 不懂得放松 造成身体持续的损伤 最终所累积下来的问题 我经常讲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很可能 现在是百万夫 千万夫 但是将来有一天病死的原因 说不定是饿死的 我相信很多的那些 生意做得很好 很成功的人不相信 他说 我现在天天三争海味 我怎么可能会是饿死的呢 那我们来看看 很多的生意做得很好的人 他们是怎么吃东西 早餐就不用谈了 时常吃了一个馒头 或者吃了一个包子 或者喝了一杯牛奶 就去上班 所得到的养分完全不够 中餐 时常因为很不方便 不方便回家 所以到下面吃 又觉得很麻烦 有时候简简单单 吃份快餐 快餐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一大碗米饭提供的糖 接下来 有一堆的菜 那些菜里面肉大概两块 然后胡萝卜三四块 然后那个蚕豆可能一两根 然后公公公吃完 就是一个中餐 那么几块胡萝卜 那么两三根蚕豆 那么一两块肉 就可以养活你这么大的身体 就可以帮助你应付这一整天的压力 然后呢 到了晚上 各位知道什么叫晚上吗 晚上就是太阳离地球比较远 整个地球所有的生命 所获得的自然的能量 降低到最低的时候 这个时候身体缺乏外界的能量支持 所以它的整个消化能力大幅度下降 大幅度下降 偏偏很多的成功人士 在这个时候 吃了一大堆难以消化的食物进去 还不单单是吃晚餐 吃了一大堆难以消化的 他们吃完还要再吃宵夜 这个时候呢 它的身体根本没办法消化这样的食物 因为能量不足 它的胃不能够正常地搅拌食物 把食物变成足够的细 足够的分子 足够的小 以利益吸收 于是呢 在胃肠里面堆积了大量的垃圾 没有很好消化吸收的垃圾 于是呢 最后这些垃圾转换成大量的毒素 另外呢 你会看到很多的在企业里面 做得很好的那些精英阶层 他们时常经常到晚餐的时候 跟别人在那里寄餐 然后呢 碰你一杯 我一杯 一杯一杯的喝酒 一杯一杯的喝酒 酒喝的差不多的时候呢 就匆匆忙忙拿一碗米饭不停地吃 最后呢 只吃了几根菜 可能他点的菜很丰富 但是吃的却很少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他的饮食结构 米饭和面条提供了大量的糖分 但是蛋白质缺乏 脂肪缺乏 维生素缺乏 矿物质缺乏 中国人习惯把米饭作为主食 米饭只能够提供糖 却没有提供帮助糖利用的那些维生素矿物质 所以在我的饮食结构里面 我是不吃米饭和面食的 我所有的学生和徒弟都不吃米饭和面食 我们学会把蔬菜水果当成主食 然后把肉当成菜 我们每一天用菜把自己吃饱 这样就可以保证饮食上 营养足够的完整和均衡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还做适当的营养补充 可是有许多人的饮食 基本上都是以米饭为主 各位 当你吃了一大堆的米饭进去的时候 你得到的值是糖 糖提供热量 但是糖没有办法变成一个 长久示范的能量 现代人不缺热量 缺的是长久示范的能量 各位 很多人所谓现在吃得很好 只不过吃了很多的饭 很多的面而已 并没有吃了很多很完整的食物 我有一次亲自做菜 给一个朋友 我们两个一块吃 结果吃了一个晚上 吃了一个多小时 我发现吃了好多的感觉 可是最后才发现 我炒那个菜 只用了两根胡萝卜 两根茄子 一小块冬瓜 炒完的菜 我跟那个朋友吃了一个多小时才吃完 各位你知道两根胡萝卜切成小块 炒出来的菜是很大的一盘 吃了很久很久才吃完 可是仔细一想 一人才吃一根胡萝卜 哪里有足够的能量 你会发现 你在家里吃的那些饭菜也是一样 看起来好像吃了一个晚上吃了很多 实际上炒这个菜的时候只用了一点点的颜料 一根胡萝卜里面提供的维生素B也好 β胡萝卜素也好 维生素C也好 胡萝卜还是算营养比较丰富的食物了 可是你也只是吃一根 怎么可能满足你整个身体的需要 所以呢 在健康方面 需要重新 对现代人来讲 需要重新设计饮食 等一会儿呢 我会介绍营养早餐 养生茶 排毒技术 怎么样让你的身体获得最大的养分供应 同时呢 保证你的身体在能量充沛的情况之下 进行运转 各位 实际上 只要你的能量充沛 实际上呢 你是可以应对很多的压力的 你的工作会更有效力 你的生活品质会更高 好了 讲到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讲解一些疾病的问题 当我们知道说造成疾病的各种因素的时候 我们再来重新看待人类所得的这些慢性病 可能我们所造 所这个 所去理解的这个 角度来讲 就会完全不一样 很多人都很害怕生病 其实呢 生病呢 是一个很特殊的过程 这个过程呢 可以说是身体保护你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呢 当你拍打自己的身体 当你受到击打 受到撞击的时候 你身体会痛 然后呢 这个会红肿 其实呢 这个看起来叫做病的东西呢 其实恰是你身体对你的一种保护 所以 我的教育呢 都很想教会所有的人 学会规避伤害 把伤害当成疾病 同时呢 倒过来 把身体的病症 当成是身体 爱护自己的一个方式 打个比方 如果有脏东西 飞到你的眼睛 你是不是马上会闭上眼睛 而且眼睛会痒 而且马上会流泪 这个过程 这个病症的发生 事实上是身体 为了对抗伤害所做的动作 我们要消除的不是眼泪 不是眼睛的痒 我们要消除的是伤害 不要继续 对吗 所以呢 在讲解疾病的过程呢 我们先要理解身体的各种反应 比如说 现在 假设有病毒和戏警 进入你的身体 怎么样才可以把病毒和戏警 这些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排出体外 最初 当续颈到达你的鼻腔的时候 你会做的第一个动作是 这个动作可是很了不起的 你知道 先做的第一个动作 深呼吸 积累足够的气 然后呢 肌肉收紧 啾的一下 这个对续颈来讲 相当于刮了12级台风 因为细菌很小 所以在鼻腔里面打这么大的喷嚏 等于把细菌和病毒排出体外 所以教你一个防止感冒和病毒感染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就是如果有机会 你突然间发现自己打喷嚏的时候 你一定要赶快找一个角落 空旷的地方 然后不停的吸气 因为既然你的身体 费这么大的力气做这个动作 那你就要赶快配合你身体的动作 然后找个空旷的地方 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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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几下 你可能就感冒就调好了 你可能就不会感冒了 因为这个动作就是 听懂了身体的语言所做的动作 比如说 当你没有及时打喷嚏 你接下来呢 就会遇到下一个 那就是会开始有鼻涕 或者有痰 这鼻涕和痰 可不是续菌和病毒制造出来的 续菌和病毒没有这个能力 这鼻涕和痰呢 是你的身体为了把续菌病毒 以及一些粘东西排出体外 所做的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呢 是非常有效的 你不需要去阻止它 相反的 你要去支持它 你怎么样可以去支持你的身体完成这个过程呢 当你产生了痰 产生了鼻涕的时候 很简单 说明身体想制造这些东西来驱除一些有害的东西 那么你就去吃一些食物 食物中能够增加粘膜组织保护的营养素 比如说含有维生素C的 含有维生素B的 含有β佛萝卜素的食物和营养素 就可以保护粘膜组织的健康 你要听懂 既然身体想干这件事情 你就要支持它干 所以疾病不是要你去克制抑制的 疾病是要你去配合和支持的 我们倒过来 当身体头痛的时候 需要的不是制止头痛 需要的是问自己 你的身体发出头痛的信号 是代表什么 代表身体可能血液流通不畅 代表身体肌肉可能过度紧张 代表身体需要你帮助它 把那些阻塞血管输送血液 压迫神经的肌肉紧张 把它放松 我们需要的不是去制头痛 身体发个信号给你 不是让你去治疗头痛 而是让你帮助它 把那些造成头痛的因素消除 打个比方 你今天去吃东西 吃了一些粘东西 然后你想吐把它吐出来 当你身体想吐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去吃止吐药 相反的 你要尽量的把东西吐干净 然后你尽量的再吃一些 能够帮助你把东西吐干净的 那一些食物 或者那一些饮料 或者那一些辅助的这些营养品 然后帮助你把粘东西 把它吐干净排干净 因为呕吐是身体阻止沾东西 进入血液的一个办法 同样的 当你吃了沾东西 想拉肚子 你就尽量再吃一些 喝一些 能够帮助你拉肚子的东西 拉干净 协助身体完成这个任务 而不是去吃那些止蟹药 当你身体发烧的时候 各位 发烧 不是续井和病毒干的 续井和病毒没有能力 把你的体温升高两度 做不到的 那是你的身体为了战胜续井和病毒 把身体储存的能量 转换成热量 令到你的身体温度 从37度升到39 40度 你知道不知道 你的身体要把温度提高两度三度 对于全身来讲 需要消耗掉多少的能量 才可以把温度提升上来 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你的身体来讲 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发烧之后 你经常感觉到很疲倦 经常感觉到很累 因为很简单 发烧的那个过程 把你身体的能量 全部的燃烧掉 用来支持对抗细菌和病毒 可是 当你的身体费了九六二斧之力 好不容易把那个身体的温度提升上来 提升两度三度 各位你知道在39度到40度之间 是病毒和续菌最难以防殖的温度 身体提升到这个温度 是为了抑制续菌和病毒的防殖 有利于把续菌和病毒消灭 可惜很多的人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到医院去降烧了 很多的孩子很可怜 他们活泼的身体 非常灵敏的免疫水平 被很多的父母亲和医生抑制着 很多的小孩 一遇到病毒和续菌 很快的就会应用发烧的方式把它战胜 可惜每一次都没有好好的烧 好不容易身体把温度提升上来 结果就被你打针吃药掉平 令到温度又降下去 你会发现凡是用打针吃药掉平 来治疗感冒发烧的人 他都会经常感冒发烧 频率非常之高 凡是由这个小孩 由这个人亲自去战胜感冒发烧的 往往战胜一次 就差不多很 一年两年之后才被感冒发烧 甚至很少感冒发烧 原来这个发烧 是身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用来战胜续菌和病毒的很有效的方法 我认为所有的癌症病人 只要是癌症病人 基本上都是很多年没有发烧的人 我认为如果有机会让癌症病人发一个高烧 我认为呢 这个战胜癌症的机会就会大大的增加 那些经常手脚冰冷 然后呢 面色呢比较好 毛孔特别细的 手脚比较冷的人 你会发现 基本上都是多年来很少发烧的人 为什么他很少发烧 什么叫手脚冰冷 手脚冰冷就是这个人能量不足 能量不足 他就是想烧也烧不起来 所以这种人遇到病毒 遇到细菌 遇到伤害 他就没有抗击的能力 不管他的免疫力是强是低 只要他能量不足 他就算免疫力强 他也无法真正发飞 因为免疫系统的工作 需要消耗大量的人量 所以呢 下一次如果你遇到你们家的小孩发烧 你一定要敲锣打鼓 庆贺一下 各位你注意到 年纪越大的人一定越少发烧 年纪越轻越小 越是个小孩儿童的人 越容易发烧 难道那些七老八十的人身体比较好吗 很显然不是 小孩的身体肯定比他们健康 那为什么小孩会不断的经常发烧 而老人不会 因为老年人没有能量发烧 想烧烧不起来 同样的 你会发现 小孩子会长青春痘 老年人谁长 老年人不会长 老年人不会长 是因为老年人身体比较好吗 不是 是因为他没有能量 把毒素从皮肤排出体外 所以记住 我们首先要理解身体的各种症状 并不是为了伤害我 而是为了保护我 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 那就是 你的身体 不会害你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会保护你 因为 他与你同在 无论遭遇多大的伤害 都是靠你的身体去面对的 你也许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你的身体知道 因为你的身体是由千百万年进化而来的 在过去的整个的人类历史进化的过程当中 他曾经遭遇过无数的挑战 无数的挫折 无数的续菌病毒 这一些所有的经历 后来都通过遗传 继承到了你的身上 你的祖先 你的祖祖辈辈 所经历过的许许多多的挑战 都继承到了你的身上 你今天能够长出五脏六腑 能够让你身上的每一个器官正常的工作 全部仰赖于DNA遗传 同样 当身体遇到新的挑战的时候 你的身体同样会采取它固有的策略 这个策略不仅仅在人的身上有 在所有的动物上都非常明显 只是呢 人类自从有了医院和医生之后呢 经常呢 放弃了自己身体的智慧 然后选择了那些医疗措施 医疗措施用于急救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用于身体的康复 却还是力不从心的 毕竟 人类是千百万年 乃至上亿年进化而来的智慧 而医疗技术 尤其是现代医疗技术 说到底 都不过只有百年的历史 对中国来讲 现代的这些医学的发展 恐怕只有几十年 你到医院 医院呢 有内分泌妆科 然后呢 有消化科 有腹吸内科 有外科 有耳鼻喉科 那么这种分科的方式呢 本身 本身 其实呢 就阻碍了医学的发展 本身呢 就等于呢 把人体系统的 完整的内部结构 分成了一块一块 事实上呢 如果一个人肝胀不好 他的内分泌呢 就一定会受影响 如果这个人内分泌不好呢 那么这个人呢 他的消化 吸收 也都会受影响 因为呢 人体的荷尔蒙 会影响了 人体内分泌系统 所分泌的荷尔蒙 会影响人的情绪 会影响人的状态 会影响人的能量释放 所以 很难把疾病做这样的分类 但是呢 目前呢 我们要来讲解疾病 可能暂时还不得不 把一个个疾病挑出来讲 但是我先要让大家明白 这个不是代表 这个人得了高血压 他就是高血压的疾病 不是代表 这个人得了心血管疾病 他就是心血管疾病 只不过医学要这样命名 我们暂时把这样 已经被命名的疾病 把它拿出来 重新思考一下 看一看我们 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我要给大家一个坏消息 然后再给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不知道你们想听 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 我先讲坏消息 坏消息就是 其实呢 当你得了慢性病 当你得了病 其实就不能治了 因为呢 疾病代表身体的损伤 损伤的意思 就是代表身体的细胞死亡 由于细胞的大量死亡 在组织上 就表现出 整个组织受到损伤 因为细胞 彼此之间相连接 构成了组织 所以当人体组织 受到损伤的时候 组织与组织之间 相连接所形成的器官 当然就受到损伤 同样的 由器官与器官之间 相连接所构成的系统 当然就受到破坏 人当然就呈现出疾病 可是问题是 当人逐渐逐渐的造成 伤害的积累 他的核心意识就是 细胞死亡 细胞受到损伤 那么 有什么样的治疗手段 可以把死细胞给治活了呢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的科技 已经能够做到 把死细胞治活 那么我们就不用害怕死亡了 因为 死和活 中间这一线之隔 就是人类最大的奥秘 如果有谁能够破译 这死和活之间的这条线 那么 人类就进入到全新的阶段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 一个人站在那 我们让他憋气 把他的鼻子堵上 嘴巴堵上 憋他十分钟 死了 有可能不到十分钟 但是死了之后呢 这个刚刚死了的人 跟没有死的人 他中间有什么区别呢 我相信 他的内部结构没有区别 身体成分没有什么区别 在那闭气 闭到死亡的那一瞬间 身体大部分的东西都一样 如果马上做一个检测 身体所有的物质 几乎都是一样的 那么 这个死人跟活人之间 有什么区别呢 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造成 这一线之隔 过去之后再也回不来呢 不知道 死细胞 就是死细胞 不会变成活的 所以 治疗 我们要重新理解 我跟很多的从事医疗研究的专家在谈 我认为中国医疗的改革最大的误区就在这里 疾病应该分成急性病跟慢性病两个不同的系统 急性病就需要通过药物手术各种方式进行迅速的控制 这个部分可以把它叫做治疗 但是慢性病呢 慢性病需不需要控制呢 慢性的意思就是这个病它发展很反慢 不会马上威胁到生命 所以发展缓慢 这不就是已经被控制住的病了吗 这个时候 如果你说要用药物控制 用什么医疗手段来控制 我就不明白你想控制什么 既然是慢性病 它需要的就不是控制 它需要的是修复 慢性病代表身体的损耗 我认为如果中国的医疗改革 能够把慢性病从医院分离出来 让现有的医院好好的在急性病 急性的疾病控制当中去发展 包括当然部分的妇科 包括外科手术还是保留 但是把慢性病分离出来 我认为这是为了医疗改革的出路 医疗改革不是药品降降 医疗改革也不是仅仅是提高 医务人员的这个道德水平 医疗改革的核心 就是在于对疾病有正确的认识 因为你会发现 老百姓对医生处理急性病的水平 从来就是无可厚非 大家都非常尊重 但是发生很多的医疗纠纷 其实都是在慢性病这一块 很多的病人治了又治 调了又调 就是没办法调好 不管是胃炎 支气管炎 关节炎 痛风 糖尿病 高血压 还是癌症 还是红邦蓝仓 所有这些慢性病 似乎从来没有人 在医院真正把自己治好 因为哪怕是胃溃疡 代表胃黏膜细胞的死亡 黏膜细胞的死亡 细胞的死亡 怎么可能靠药物把死细胞救活了呢 也不可能靠药物来支持新的细胞的生长 因为细胞生长需要的是食物当中的养分 不可能是药物 如果药物的成分变成了细胞的结构成分 那这个细胞就等于基因突变 所以我们现在重新来看待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刚才讲的 其实疾病的发生就不能治疗 而且也不需要往治疗的方向走 这个慢性病人需要的是修复 需要的是恢复健康 怎么来理解这两句话呢 打个比方 如果你们家今天晚上灯泡烧了 从治疗的角度讲 就是得把这个烧了的灯泡给修好 可是烧了的灯泡怎么修好呢 我看你可能请爱迪生来都不一定做得到 烧了就是烧了 如果你想把烧了的灯泡修好 恐怕你得发生很多年都未必有个结果 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让这个晚上恢复 那个亮光 很简单 你只需要换一个新的灯泡 两分钟之内就可以让这个房间重现光明 各位 告诉各位的另外一个好消息 刚才讲的是坏消息 现在讲的一个是大好的消息 那就是所有的慢性病 其实都有机会恢复健康 没有办法治疗 不等于就不会恢复健康 没有办法把灯泡修好 不等于这个环境就不会亮 对吗 各位 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我们在慢性疾病上折腾来折腾去 努力的想把那些受损的部位 把他治好 却没有意识到 那是做不到的 因为那代表大量的细胞死亡 是不可能自活了的 但是有个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人体会进行新陈代谢 好消息就是如果我们给你身体正确的环境 正确的营养 来帮助新的细胞生长 那么新的细胞可以逐渐替代 已经死亡受损的细胞 当细胞不断的进行更新的时候 就会有新的组织替换旧的组织 各位 那就像换了灯泡一样 重现光明 所以各位 我们来看看 从这一条路走 我们将会走出什么样的一条道路来 以前我们听到高血压 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要终身吃药 要降血压 然后我们就知道 那些所有吃降压药的人 他们永远都没有真正把高血压这个病治好 他们只是把高血压的指标调来又调去 调来又调去 各位 高血压的疾病 难道重点是在那个血压的高低吗 难道重点是在那个血压的指标上面吗 我相信每一个血医的人都知道 血压是用来帮助身体血液循环的 血压太低就意味着血液循环不通畅 所以有另外一个疾病叫做低血压 当然我相信调高血压比较容易 想办法把高血压降下来 基本上吃降压药做得到 把血管扩张一点 对吧 把血管扩张一点 然后呢 令到血液的流动速度呢 降下来一点 然后呢 血压呢 也会看起来降下来一点 不过呢 你有没有发现 医院处理高血压比较厉害 但是处理低血压几乎没办法 这好像没道理啊 既然你有本事把高血压降下来 那你也应该有本事把低血压弄上去啊 好像这个很难做哦 你既然有办法把高血压降下来 那你就应该有能力把低血压升上去啊 好像这也很难哦 嗯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过去的治疗 究竟是那个病很难治 还是根本治错了方向 实际上我很想告诉大家的好消息就是 其实很可能 那些得慢性病的人得的病并不重 只不过因为大家都不了解 然后现在的医疗方式又解决不了 你就把解决不了的病当成重病 实际上它只不过是某些医疗方式解决不了的病 这就代表这条路走不通 不是代表这个病不能治 只是代表用传统的医疗手段治不了 不是代表这个人就不可以恢复健康 调一个方向 方向是最重要的 我们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技术和专业上面 却没有注意到方向 各位假设你是一个很会开车的人 假设你开车水平几乎到赛车选手的那种专业地步 假设你的技术和专业都非常好 可是你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假设你要从这里去上海 你的技术非常高 你的水平非常高 可是你方向走错了 你可能永远到不了 不是代表说从北京到上海很难 而是代表你走错了 各位在疾病上也是一样 不是代表恢复健康很难 而是代表你把注意力放在哪里 我想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今天如果我们要把任何一个坏掉的东西修好 这个纸张 我相信全世界的科学家早就有人力把这个纸张的分子结构搞得一清二楚 但是 我们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调集起来 看看有谁可以把刚才我撕掉的纸张恢复 我相信这是很难做到的 受到的损伤 要想治好 是很困难的